各位对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熟悉 在PS5设置里面有一个使用者与账户 这个账户里面的内容都是网页无法显示 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里面应该显示什么东西 来跟我来 设置成加速器 然后再回到设置 使用者与账户 出来了吧 登录ID 安全性 个人资料 等等等等 其中个人资料里面还可以修改名称 修改线上ID 还有封面图片 修改头像 像这些在网页端也可以操作 还有家庭 隐私设定 以连接的服务 以授权的应用程序 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 裸联看不到 直接忽略 使用加速器可以看到 这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是这儿 账户里面有一个付款与定期服务 这有一个购买设定 结账时需要密码 这个给它打开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支付都是自动绵密的 一不小心钱就花出去了 也不小心了 好